关羽在中国是武神 每次不管是出行还是怎么都会供奉关羽 其实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都有自己的神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日本历史上的武神 他的地位就相当于关羽在中国的地位 可以说是日本的关羽了 而且他还是汉朝人的后代 这个就是板上田村马履 板上村马履是日本平安时期的武官 前期的时候也是默默无闻的 后来却是一战成名 上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名字 在日本当时 虾仪人经常造反叛乱 跟政府对抗 上人不胜其扰 环武天皇在位的时候 决定征讨虾仪 板上村马履当时只是别人的部将 但是做得很好 整个整套队伍都没有什么建树的时候 他却有很高的成就 一举停定了虾仪 这个地区的质言慢慢好起来 后来他就出任争议大将军 日本武将的最高官职 这个时候他的功勋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了 手下也有几十万人了 日本国内的军事力量都属于他节制 可以说只要他有不臣之心 日本的幕府统治就要提前了 天皇也很害怕 但是令天皇欣慰的是 板上村马履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攻城身退 交出了军队 自己回家享受生活 之后也是深受器重 虽然没有职位了 还是受到天皇的器重 每次有什么大事情的时候 都会找他商量 而且后来他还再次出山 平定国内的叛乱 虽然板上村马履只有1米4 但是他却是英勇无敌的 最主要的是关于他的绅士之谜 板上村马履曾经自称自己的中国皇族的后人 其实是的 他是汉县帝的玄孙刘阿芝的后人 刘阿芝在日本称为阿芝王 因为当时司马昭篡位逃亡日本 从此安顿了下来 刘阿芝在日本有许多后人 最著名的还是板上村马履了 后来日本的每一位将军 在出征前都向他的临庆前祭拜一番 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因为板上村马履的知名度 韩国人就坐不住了 说这个人是他们韩国的后人 因为当时的玄浦郡属于现在的朝鲜半岛 所以他们这样说 但是板上村马履说 他是汉朝皇族的后人 这就将他们的荒谬说法打破了